岗山秀船医院连续四波发放防疫物资及营养物品 给院内的医护和工作人员 让他们在对抗疫情之余没有后顾之忧 特别的是院长还亲自带领干部发送这些物品 让每位拿到物资的同仁感到旧甘心 不论是镜头前的营养补给品或是口罩护目镜 这些都是岗山秀船医院关心院内同仁及医护人员准备的防疫小物 虽然疫情逐渐趋缓连续四波的发放也将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每位从院长手中拿到物资的同仁都感到喜悦无比 长期的这个压力也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配合服务也会定期发放一些防疫物资 或者是一些营养品给同仁 也希望同仁在防疫的过程能够维持身心灵的一个平衡 院长表示新冠疫情来得快又凶猛 再加上又是一场长期战役 许多医护人员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而为了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院方除了准备充足的防疫用品之外 补充体力的营养物资也不能够缺少 我们的清洁人员还有我们的保全人员 在这一波防疫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第一线也面对很多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所以我们包括员工之外 包括我们的保全还有我们的清洁人员 我们都提供这一部分的一些防疫物资 还有一些味道的一些营养品 希望大家能够 全心全力把这一波防疫能够做好 从苹果维他命到营养补给品 钢山秀传医院都妥善准备 院长亲自走到各科室及诊间 发送给每位医护人员及工作同仁 希望在接下来面对疫情挑战的时候 都能够元气满满 照顾病患至于也能够捍卫自己的健康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